当大家看到一个单品的时候 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真心喜欢 还是因为它最近很流行 或者只是因为它很贵 以上的这些都可以汇总成一个问题 搭配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牛牛是谁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将时间线拉长 上一期我们知道了发型 眉毛和眼镜之间的风格搭配关系 这一期我们就将结合 MIUMI 2024春夏的秀场 深度分析这些风格之间 相互协调的底层逻辑关系 本期有些复杂 我会把它定位在中高阶的范围 而我尊贵的充电会员 本期的脑图分析 也已经捅到了充电动态 而它的帮助 你会更清晰的理解 本期的视频内容 它也会以这个封面 出现在充电动态中 我们从最简单的色彩开始 这套搭配中 一共应用了12种颜色 这里面明度有高有低 饱和度有高有低 而且既有冷色又有暖色 可是我们不会觉得它乱 反而觉得很独特 这是一种熟悉又陌生 错位的独特感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上半身有三种蓝色 由于上半身 全是身装的经典单品 而在同一个风格中 单品的颜色是可以随意搭配的 但这里没有没有需要的是一种 具有活力的高级感 所以这三个单品 选择了三种面料 以及三种蓝 来同时展示活力和高级 这里又可以延伸出 两个搭配公式 如果你要更多的展示 高级感 该如何调整 如果你要更多的展示 活力 又该如何调整 如果你要展示更多的高级感 要将材质和颜色全部同一 所以TOM4的 最爱这个搭配公式 它甚至会确保自己不同面料单品 都能够折射出相同的色彩和光芒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便宜的西服套装 只要你做到干净又合体 就容易看起来高级 如果你要展示更多的活力 则要将材质和颜色做出更大的差异 所以Vivian Westwood最爱用这种搭配方式 来展现朋克风格 同时你要注意 高级和活力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反义词 而MiuMiu在这里取的是中间值 也更容易被日常搭配所接受 我们现在看下半身 第一眼看到的 一定是这个绿色的裤边 这也是这套搭配中的焦点色 焦点色就是你在一套搭配中 第一眼看到的颜色 它的功能是增加整套搭配的层次与活力 裤边这个区域 是由深中色 亮绿色和白色组成 白色属于万能搭配色 所以不用过多分析 我们在这里只分析 深中色和亮绿色的选择原因 老粉其实应该能够轻易的得出结论 这里可以先按赞情 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首先看离上半身的藏青色 最近的深中色 藏青色属于蓝色系 深中色属于橙色系 所以它们的组合是互补色搭配 互补色搭配属于强对比 产生的视觉风格是 年轻 冲撞 有活力 但在这里 两个后补色都选择了低明度和低饱和度 明度指的是色彩的亮与暗 饱和度就是色彩的艳力程度 所以它们是属于色相的强对比 明度的弱对比 而让饱和度保持了相对的统一 以缓冲对比感 那为什么既要制造冲突 又要缓和冲突呢 为的就是突出绿色 可为什么要突出绿色呢 因为绿色在这里 不光承担了焦点色的任务 还承担了格力色的任务 所谓的格力色 就是当两个或多个模糊的色彩关系 再加入一个格力色后 使原本模糊的色彩关系 变得清晰明亮 此时 浩学的你一定会有疑问 可这似乎还没有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 为什么要让它成为 焦点色和格力色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 既然棕色和藏青已经是对比色了 那我们能不能直接使用这一组 对比效果作为格力色和焦点色呢 直接上结果 是不是立刻出现了两个感受 一 上下身的色彩我不关系 并没有得到改善 所以你在选取格力色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和主体色 差异较大的颜色 才能起到格力作用 二 整个搭配变得死气沉沉 因为棕色的明度和饱和度多过低 无法承担起焦点色这个作用 绿色在成为格力色的同时 也成为了焦点色 在这套搭配中 属于画龙点睛的作用 调和是为了建立色彩间的链接 对比是为了建立色彩间的冲撞 而裤边的绿色和上衣的蓝色是零镜色 零镜色的视觉效果是和解统一 所以它俩跨过了棕色 建立了调和链接关系 这三个颜色组合在一起 分别在色相 明度和饱和度三个维度上 有对比冲撞 又有调和统一 而形成的视觉效果呢 既高级又活力 延续了上半身的视觉组合关系 再由于上下身的风格本身是割裂的 所以在进行隔离和焦点的同时 必须通过色彩组合去建立上下身的链接 而绿色和蓝色的零镜关系 就是这个链接点 棕色和绿色属于对比色 它的加入会进一步突出 绿色的隔离和焦点作用 并含蓄地增加了藏青色的活力 我知道这里有点照 如果你听不懂就请多请体谅 最后一个组合 我们能否将棕色的明度和饱和度 拉高至长色 其实如果你听懂了上面的理论 就会知道不行 因为亮橙色和藏青色 在色相 明度和饱和度三个维度上 都是强对比 它不能完成将上下身风格 链接在一起的工作 而且由于对比度比绿色还要强烈 所以也拉低了整个造型的高级感 还记得上面的话吗 在某种程度上 高级和活力是一对反应词 那有人会问 我平时的穿搭 不敢用这么大胆的隔离色怎么办 这个我们以后碰到具体的案例时 再说 老粉应该发现 理论还是那些理论 只不过我们将应用做得更灵活了 这套中 色彩搭配最复杂的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黑色的裤子 还有腰间的绑绳的白色 都是无色相的万能搭配色 裤子的黑色 又顺便和美镜的黑边 做了一下色彩呼应 将这两个单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链接 说到这个眼镜 我们潜受一下2024以后的一个趋势 就是眼镜们会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方 最后 我们要进入一下上帝视角 来纵观整套搭配 虽然我们在上面说了这么多 建立不同风格单品间的链接方法 但这套搭配中最大的那个链接点是什么呢 给你三秒钟思考 他们全是男装 并且是穿在一个少女身上的男装 就和这套搭配一样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 这是一个穿着女装的男人 很少人第一反应是 这个裙子和这个男人的发型和鞋子 好像不太搭 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少女穿男装和帅哥穿女装 这件事情的视觉冲击要远远大于一切搭配反对 这里经常会有人咨询付费造型项目 我的一个付费客户就曾问过我一个问题 当他在看到一个单品的时候 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身心喜欢 还是因为它最近很流行 或者只是因为它很贵 从而让它看起来更有钱 以上这些都可以汇总成一个问题 搭配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搭配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 搭配的目的在刨除底层的保暖遮羞的需求后 最重要的或者是最终目的是 为了解决我是谁这个问题 所以牛牛是谁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将时间线拉长 2022春夏是校园主题 2022秋冬是网球主题 2023秋冬是艺术主题 你现在能发现将这几年连在一起的脉络是什么吗 牛牛又在叙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是一个还没有形成自己穿衣风格 正在大人的世界中探索自己 同时品味好 古灵精怪的富家女 她的审美和风格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 并且具有破坏性的错乱感 2022春夏是在改造自己在贵族学校的衣服 2022秋冬是改造自己在私人俱乐部的网球服 2023呢 觉得自己的衣服没什么可折腾了的 又开始改造大阪秘书的衣服 那么2022春夏呢 当然是把魔转伸向了自己的大阪和哥哥 开始在自己身上改造他们的衣服 这也是本期分析的穿搭中 它所有单品的最大的那个链接点 所以你现在会明白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属于老男人的眉镜 为什么妆盗要选择少女般的裸妆 为什么眉毛会选择野生眉 为什么要切彩色的创作贴 又为什么它的色彩组合 既要调和又要对比 既要高级又要活力 是不是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机可循了 上面那一堆原理的组合拉扯 不是为了炫技 而是形象塑造上的必须 你甚至可以听到 当他改造这些衣服的时候 那些心里话 天哪 我竟然把这些无聊的丑衣服 变得这么酷 那些大人究竟是怎么忍受这些拉紧 人物性格明确吗 客户画像清晰吗 是的 这就是妞妞 妞妞最近的成功就在于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又重新解答了 我是谁这个问题 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 全新的身份认同 当然 这也是造型师 路塔沃沃沃的功劳 和他进入妞妞前 比之前的妞妞 这个少女显得有些过分的沉稳 庄重 不灵动 你会觉得那时她是一个 试图展示自己的状态 而现在呢 她是一个放肆展示自己的状态 她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自信 和更多的安全感 当然 她也有一个可以让她 为所欲为的妇女家庭 和一群可以永远宠爱她的家人 而妞妞呢 也从家中那个乖巧的小女儿 变成了一个古灵精怪 充满灵气 火力四射的小女生 设计师没有变 只是因为新的造型师 就让妞妞的形象拖胎幻肚 叫好都叫做 造型师 路塔沃沃沃 也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可能 穿搭确实是一组能力的组合 但这组能力中 可以没有非常有钱这个选项 你只需要依靠常见的评价单品 独特的品位 和一个善于适合的大脑 你就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高级昂贵的单品 可能会让你看上去更时髦 更高级 但时髦和高级 不属于风格的范畴 而独特的品位 当然是需要依靠 扎实的美学底层逻辑 那么好的 底层逻辑讲穿搭 我是小区先生